哈囉,大家好,我是日豬大叔小薛 今天來跟各位朋友介紹,這個是我最喜歡的馬利歐系列人物 這個白色的可愛傢伙叫做Teresa 那中文的話,很多人會叫他害羞幽靈 因為他第一次出現的時候呢,是在馬利歐三代 我的主臥室掛了四隻,因為我想要讓主臥室有充滿鬼鬼的感覺 他三代的時候呢,他這個鬼,他追著馬利歐跑 他是無敵的,不論說你踩他,還是說你拿那個火花丟他都沒有用 這按了他會亮,就會笑 因為現在白天亮比較看不出來,但是笑的部分很明顯 然後他是無敵的,所以說你對他沒有任何的辦法 就是你遇到他,你就會被他攻擊,然後受傷 但是這個時候很有趣,就是如果你眼睛看著他 他就會把臉遮起來,很害羞這樣子,他就不會動 就是害羞幽靈 然後這個,這是感應的,他這邊有一個感應的設計 然後那我晚上啊,走經過這樓梯的時候 他自動就亮起來,把這邊照亮,對很方便 然後下面這邊的話啊,這個也是跟上面一樣掛的那個娃娃 有一次我撐大特價,買一大堆 對,我覺得家裡掛很多鬼鬼就很可愛 然後再附帶一提,他的英文版名叫做布 那他的由來是說,有些人會對那個嬰兒啊,玩一個特別的遊戲 就是把臉遮起來,然後皮卡布 然後就是再把臉打開 那小朋友看到說,臉不見了,就以為人不在 然後把手打開,看到臉,然後又安心了 就是這個小遊戲的由來 所以,美國版的害羞幽靈,叫做布,是這樣子 那這個是,在USJ買的 然後他原本裡面是,那個,棉花糖 然後也是鬼鬼造型的,我吃完了 然後附帶一提啊,超級不推 我當作,買公仔買的 因為這個,棉花糖超能吃 對,好,然後這也是USJ買的 對,比較小隻的布娃娃 對,然後射頭不是像剛剛那個版本是做一個立體的 好,然後這邊這個啊,它也是感應燈 對,只是因為現在,因為很亮,看不太出來 然後可以發現說,它上面有一個黃罐 然後就是,呃,鬼鬼王,這樣子 對,那其實啊,我剛剛樓梯放的那個版本 比較好,如果你有機會買到的話 為什麼咧?因為其實這個它,怎麼講呢 它比較耗電 所以我因此還把它改成USB接續的 對,然後,因為我之前發現說用電池 它可能撐不到一兩個禮拜,它就會沒電 然後這個可以撐好幾個月,我覺得很厲害 對,所以說這個我幾乎是有看到 還算便宜的把它買起來 這樣,好 然後這個是USJ的燈籠提燈 好,它一樣是可以亮 對,我覺得鬼鬼產品啊,大部分很多都是可以亮 你知道嗎?因為有梗嘛 然後這個很妙就是,它還有投影 對,就是如果你在晚上開的話 它下面這鬼鬼會投到地板上 然後就很可愛,小朋友拿的話 對,好 然後上面這個是,呃,敵人角色的餅乾 對,好像也有顆鬼鬼 所以我也覺得很喜歡就買了 我幾乎是已經見到了一種,呃 有鬼鬼,看到鬼鬼我就買得差不多 幾乎啦 對,然後這個是很久之前 應該是麥當勞吧 對,它就是一個小玩具,它會這樣子 很可愛 然後這個怎麼來的我就忘記了 對,八成也是因為看到鬼鬼就買 然後我記得這附近的還有一隻 我應該是把它,呃,跟什麼東西混在一起的 喔,OK,好 這邊有一個那個樂高的鬼鬼 對,喔,這是害羞形態 就是你看它,它就害羞,它就不會動 這樣子 我記得我還有一個是 把它跟,呃,小車車合在一起的 好 喔,在這裡,在這裡 對,這個是那個 Gastor外送小車車 然後裡面擺了一隻鬼鬼 然後這個應該是 應該是 劍達出奇彈的 的那個公仔來的 應該是 對,齁 那我個人最喜歡的其實還是 欸,等一下 這裡這裡這裡 這個阿咪包的鬼鬼 齁,它是長這樣子 對,然後這個我多喜歡呢 好,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之前絕版之後 我覺得說很後悔 對,當初沒有多買一些 然後我就一口氣給它買了四隻 對,再版的時候 那這多棒呢 這需要一點時間喔 好,我先把它 然後這邊來充能 等一下,先充能 好,我們先去看另外一個 這也是USJ賣的 然後它是鑰匙圈 然後這個很棒的地方是 它雖然這麼小 但是它也是可以亮的喔 對 對 就是鬼鬼這個東西阿 它只要能夠亮 你都會覺得很有趣 對,這邊浴室阿 也有兩個鬼鬼 那它是那個給照器 就是洗髮精阿 或是沐浴乳阿之類的齁 那為什麼我沒有拿來用 因為 呃,其實拿來用是比較爽 但是我也捨不得就是說 我知道這個東西 真的拿來浴室用的話 它久的它會發霉 它會 呃,有造垢之類的 所以暫時就把它放在那個 吸油台上面 當裝裝飾品 對,然後它也可能很棒的用途喔 我現在把燈關掉 然後 嘿 把這個關起來 它是夜光的 有沒有 這邊是害羞型態 然後這是普通型態 對 就是 因為現在白天嘛 這邊還很涼 然後我關不起來 所以 可能沒有,沒有那麼明顯 但是 它 晚上的時候 真的就是 哇,那邊有一隻鬼 很可愛 超級可愛 好 那我剛剛有買了一個小梗的 修修 喔 順帶修一下我的 薩爾達海報牆 對 我剛剛買梗的就是 為什麼這個阿咪包買這麼多 就是 因為 其實講到這邊大家應該也知道了 對啊 這傢伙 整隻都是夜光的喔 對 超棒的 就是如果你 把它 照光 然後 在晚上的時候 它還蠻亮的 實際上 對 超級可愛 對 各位朋友有機會的話 務必買一隻